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有的时候古人比我们更理解 这个地球上的很多智慧 比方说这个千百年来的流传 原住民把我手上这样的小米 奉为他们人世间第一营养的超级食物 然后原住民的朋友不只是吃小米 他们还喝小米酒 他们还有小米等等的节庆 那你可知道 我们传统认识的五股杂粮当中 小米还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五股杂粮 超级全食物 到底健康的小米 怎么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我们要分享原住民的健康好智慧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小敦南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养生好朋友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要跟我们分享原住民的健康智慧 的是原住民撒基努 好 再来是我们厨房料理的好朋友张秋勇 哈啰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今天琳琅满目现场各式各样不同品种的小米 来了一个小米达人 来自台湾族的高世忠 大家好 好 淑青我刚刚讲 这个古人有的时候他那个现代的人生的智慧 还真的是很丰富 我手上各式各样不同品种的小米 都是原住民他们在吃的 那原住民基本上把小米当作超级食物 那对他们来讲 有灵魂 然后有蜂莲剂 然后还串联 听说有不同的小米 有的是这个酋长吃的 手脑吃的 有的是男生吃的 有的女生吃的 而实际上西方的营养科学来看 他们真的营养也很丰富 没错 其实原住民可以说是我们东亚地区保留小米文化 算是相对完整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你说小米 小米古人他把它归在树这个里面 大家知道说沧海之一树 树用来形容 沧海之一树 大麦树寄树 它是树就放在寄的这个项目里面 那沧海之一树 当时早年说树是在讲小米吗 有人讲说它是形容它有多小 所以就像一栗杀那么小 那甚至古代的人 可以用树干嘛买官 比如说当时曹措在论贵树树里面就有说 你怎么样让农民们想要去种这个树 重点你要让这个树更值钱 更值钱的方法 要让它可以当作赏 可以当作罚 甚至可以当作闭官 就是卖官来用的 所以我只要贡献给我们的国家一定的树 我就能换官 所以是这样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 而在小我们的这个原住民里面 它更重要 为什么 原住民你会发现 我就说他们这个小米 不仅是食物 而且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作物 为什么 你会发现像包括排湾族里面 都有一些关于小米的神话 神话里面通常都有一个相关的 很妙的意思 就是说当天神告诉他们的时候 他们当年的神话里面 是一粒小米是可以煮满一锅的饭的 就是说一颗小米到锅里面 就可以喂满一锅的煮 一粒小米你知道 它力道你看镜头都看不到 不是 它可以煮一锅吧 对 因为他们当年是说 其实他本来是天神他们的食物 包括芋头里面什么都是 那他们上面的人偷偷带了这个小米 到了地上来 那甚至有很妙的传说 甚至都说男人是藏在包皮里面 或什么这样带下来的 然后后来他就变成非常重要的食物 然后就说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从耕种 他们真的如果完全的传统 是你从开始耕作 一直到收成都有各式各样的仪式 表示他们对小米的敬重 可是我发现很妙 当时你看古人说 我只要一颗小米就能够满一锅 煮满一锅 这虽然是抑制 可是从营养学来讲 它跟白米煮 它还真的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它除了有淀粉 因为我们白米主要是淀粉的组成 可是它除了有淀粉之外 它的蛋白质比白米丰富 因为你想说 蛋白质能干什么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 很多机制需要蛋白质 其中有些叫做必须氨基酸 事实上这个树里面 就小米里面 它是必须氨基酸八种 都有 我打了错 好像人体需要22种氨基酸 22种氨基酸 里面有八种是必须氨基酸 八种是人体没有办法 自己产生的 那八种称之为必须氨基酸 可是小米都有 它都有 它除了其中的梨氨酸 可能在我们国际联合组织会说 什么东西应该有多少比例 除了梨氨酸稍低益之外 它其他其实相对是丰富的 所以你只要让这个小米 配合上什么 配合上豆子 因为豆子里面 梨氨酸是相对丰富的 加在一起 它就可以攻击 它们完整的蛋白质的来源 所以原住民的朋友 真的好聪明 好健康 小医生 原住民朋友当年 并不知道什么叫必须氨基酸 也没有这么多医学专业名词 可是对他们来讲 小米就是他们重要的粮食 跟神圣的穀物了 对 没错 穀物当然一般我们都讲 提供是碳水化合物 可是刚刚舒新讲的没有错 这边有一个它的 小米的营养素 对 食物的营养素的表 我们看这个蛋白质 这个糯小米的话 每一百公克就十二点五克的蛋白质 白米的话只有五点二五克 所以他蛋白质是小米 是白米的两倍多 对两倍多 所以说假设你只吃这个 蛋白质也够 那刚刚特别提到是八种必须 胺基酸八种都有 只有里氨酸稍微不够 所以一般我们吃这个 大概也不会只吃他嘛 我们都还会再配一个肉或什么 配其他的配菜 副食品 那这样营养素就非常均衡 对 我打个岔 所以他比起我们一般的华人吃的白米 其实他的营养素更强更厉害 对 没错 等于说白米的蛋白质没有那么丰富 那股食后的人要摄取蛋白质不容易 如果可以从五股类吃到蛋白质 他的蛋白质就不会缺乏了 没有错 然后八种必须胺基酸 他通通都有 那他就不只是一般五股杂粮 有淀粉质而已 然后更妙的是 其实他也有略微的一点点的脂肪 所以为什么原住民的朋友 把小米当作主食 这里头有非常大的重要的营养的逻辑 对 没错 他假如说提到这个脂肪的话 他还非常特别 因为他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跟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就占了他的脂肪的百分之八十 所以是好油 对 是好油 所以他相对还可以 是这样胆固醇的好油 对 还可以预防得到心脏病脑中风 所以说这个是好的脂肪 所以原住民的朋友厉害 玩笑我们很少人在中风 原住民我好像没听过什么 中风心血管疾病 对啊 当然啊 因为我们都把这种健康的东西当主食 那我请我右手边的朋友一起出来 我今天现场的小米都是适中带来的 好 适中我们今天现场的小米都是你种的 你带来的 是 我手上这个这么漂亮 这个是哪个品种 这个我们原住民的发音叫 意思是色彩缤纷 金黄色 金黄色 是 因为现在 现在很多人在种这种小米品种了 因为这个 因为现在我们在吃小米 它不只是好吃之外 它还有视觉 它打出来是金黄色的 所以这是金黄小米 是这个由来 金黄小米 金黄小米 是 所以它如果是干燥过后 就会长成这样的金黄色 是 干燥过脱壳之后 它就是金黄色 脱壳之后 那它煮成饭 就会变成 有点金黄色的饭的样子 对不对 煮熟之后 对 颜色比较鲜艳 而且开锅的时候 可能要戴墨镜 为什么 因为会太亮 对 非常神圣 非常神圣 那小米有八八块 你看像这一只 这个好妙 好漂亮 这是什么样的品种 这个叫乌鸦 乌鸦 对 这小米 其实小米的故事有很多 这边介绍的 因为这是我们部落 叫乌鸦 每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原住民文化 可爱的地方 同样一种小米 在部落里面 我们叫 在撒根鸥的部落叫做 连发音跟名称不一样 代表着故事也都不一样 对 所以没有绝对的 但是都是文化保存 重要性 对 这个是乌鸦 所以像你们排湾族 在那个收割小米 就没有那么多禁忌 可是在其他的族 有时候就有一些 很奇妙的禁忌 我那时候听说 有一个族叫卢凯族 就是卢凯族 他们在收割的时候 以前啊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就是说 如果那个某个地方 太短的男生不能去割 真的假的 所以 没有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 太短去收割可能这样 他就担心 那个小米就找到 那我去收割的话 应该是 你想太多了 为什么 等一下 那这个是什么品种 这也是小米 这叫 阿比翁 对 这个比较长 它量比较多 比较长 对 这以前老人家 都喜欢种这种量 那世忠听说 不同的小米 真的有不同的产質 是 这个是小米自我演化 因为小米的天体是鸟 对 鸟喜欢吃小米 小鸟 它被吃很烦了 就不要再吃我 它就长毛 是 这个毛的名字叫芒 芒 对 它这会演化 芒是在背那个芒吗 这个就跟它的 就是同一个芒 蛮串的芒 对啊 芒是在背 就是芒 而且这就跟它的朋友 长得更像 你知道台湾跟它的品种 最接近的植物是什么吗 什么 狗尾草 有道理 对 它们是非常相近的植物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它到这边的时候 它真的已经长得很像狗尾草 对 这个收成一次 大概一天下来 大概洗澡要洗五六次 真的假的 因为身体会一直很痒很明 因为它是小小细细的 这个毛 搞不好刺在身体 刺在皮肤里头会不舒服 所以最普遍的是哪一种 是这一种 这个 现在都在种这种 这个黄金 今晚小米现在都在种这个 那我们俗称的 这个台湾原生种 是这一种吗 台湾原生种 其实台湾原生种 有好几种 我们部落里面 收集了26种台湾原生种 对 所有看的全部都是台湾原生种 几乎 看到的都是 对 我们也像 萨克鲁刚刚有讲的 它有杯囊 杯囊组给他们的 对 我们这个都是 大部分都是从屏东 因为我们部落是从屏东 翻越大午山到 京风乡的 对 这个有很多的 像有的是 京风乡的嘉兰村 有的是丽丘村 有的是从卢凯族 排湾族 那边拿过来的 好 那云生种的另外一个 已经把它脱壳 这个完成的 就是这样的金黄色的小米样 对不对 好 那云生种的米 我们这个制作单位 也准备一个事先稍微蒸煮熟 你看它真的天然的金黄色 没有错 而且又比较感觉 比较 那个性比较 对 年性会比较好 这样已经长得像麻糬了 对 好像觉得不用炊就是麻糬 对 它只是煮熟就会这样 就是有点诺性的是不是 对 好 来 竖琴来吃吃看 所以原生种的你们的吃法 是真的就直接这样煮熟 是煮熟 然后煮成饭 或者是搭配料理里头 这样子吃吗 我们喜欢 我们部落喜欢是煮成小米粥 加山上整海的野菜 那一起或是南瓜一起煮会 非常好吃 诺性好夹 对 QQ的 QQ的 然后像粿 真的有诺性的贵 感觉像很黏对不对 但是当你去咀嚼它的时候 它慢慢一个一个出来 可是我们市面上 我请向一下邱勇 刚刚吃到的是珍贵的原住民的原生种 我们常买到很多是弱小米 或者是北非的小米 没有错 没有错 弱小米的部分 它是从算外来的 就是中国或者是美国的地方 进口过来 那它的弱性就没有这么的强 那基本上这种外来的品种吃起来 像我们刚刚吃这个台湾原生种的 味道很天然 很原始 它不会有太多的杂味 那如果说我们买这种国外的糯小米的时候 它会有带一点点苦的色味 真的假的 所以必须要一点点调味 所以我们在外头吃小米粥的 很多都是糯小米做的 对 来吃一口看看 那所以它才会混杂一些 比较多的东西在里面 那还有一种比较特别 是大家会很容易误会的 就是今天这一种 叫做 北非小米 goose goose 这个是很多西餐的料理当中 它在西餐来讲 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种淀粉质 那它也是一样 它是像是北非摩洛哥这个地方 原本他们土生土长的一种主食 然后因为北非被法国人统治过 那统治了以后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也带到 法国的餐厅上面 所以其实在法国一些传统的菜色里面 它都会放上这个东西 它冷热皆宜 那这个goose goose 在用的时候 说实在一个重点是 它其实不是小米 可是它长相很像小米 很像 今天买的这种稍微偏白一点点 其实它就是麦 硬的麦去磨成粉 这样做成 那当然土兰州小麦粉是其中一种 可是它有其他种麦型 只要用麦磨成的硬的粉 就可以称之为goose goose 在国外来讲 所以它应该称之为北非硬麦 对 它真的超难吃的 超难吃的 没有 其实它调味才也不错 可是它可能要调味 维持它原来的口感 对 那台湾原生 原生种另外有一种 完胜 这种感觉有加一点点红梨的feu 对不对 可是它是另外一种原生种 是 好 那这个也是我们制作单位 先进一个蒸煮 给大家试一下 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比较传统式的 对 我们先吃原味 可是你吃原味 你真的吃得出不同品种 它的口感 它的诺性 它的口感更好 然后它的那个淀粉汁 在你嘴巴的那个感觉 这个口感比较接近饭 然后比较接近咬下去米粒的淀粉汁 画在嘴巴的感觉 有 还有感觉有麦片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最特殊的这种原生种 就有各式各样不一样 没错 我现在终于理解 难怪我每次吃到的小米料理 原住民料理都不一样 真的 真的 因为种类有20多种 对 好 那我们现场有这么棒的金黄香 小米 顺便问一下肃清 小米刚刚讲 盗麦鼠祭鼠 它比较接近这个鼠 好 仓款一树就是这个树 那有的时候买回来 我给镜头看一下 它其实现在很多五股杂粮都包成这样 那这种小小的要怎么保存 对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 因为台湾实在是非常的高温潮湿 所以古类一样 就是如果我们能买真空小包装是最好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 如果你已经打开了的话 尽量是放在 它要是干燥通风处 就是避免说太潮湿 因为它会发霉 如果真的真的真的不行 我看过有些部分 很龟毛的这些教授们 他们甚至是把它封好 放在密封罐 像是冰冰箱都有 因为他们认为说 台湾实在太湿了 很容易发霉 所以如果用不完 他们甚至是冰冰箱的也有 那我觉得一般人 至少你要保持 它是干燥通风的状态 然后选的时候 真的要选这种小包装的 然后如果你已经打开 你去炸两行买的时候 你不要买到小鸟吃的等级 你一定想要吃的比较好 所以你可能看就是那种颗粒 我们发现颗粒比较饱满 然后完整的 然后闻起来不会有奇怪的 好像放很久的霉味的那种 因为有时候 其实闻得出来 有一些是散装的 它可能不知道放很久了 那你闻到的一些 已经不良味道 我们虽然眼睛看不到 可是它可能已经受潮 甚至有一些霉在里面了 所以这些购买的原则要注意 所以它的购买跟保存 其实类似我们的米饭 对 那一样也是要趁新鲜来享用 好 谢谢我们达人 带来这么棒的原生种的小米 谢谢 谢谢 它就是金黄色的 其实因为它里面含有维他命A β胡萝卜素 其他你小麦跟饭 其实都没有 糖胃不好的病人来吃这个不错 为什么 因为里面还说它是 健补提味 通常立味 好 接着下来 秋香姐姐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 三根海味小米饭 还有小米布丁 你说小米布丁做起来 超受欢迎 超简单 是啊 很简单 那这个我们就是用盐糯米 那把那个糯小米 糯小米 就加在一起去煮 那这个的水量 就是你一杯米一杯水 或者是多一点都没关系 因为你要把它做米布丁 就像一个麦 对 就像我们在煮粥一样 就像那个换中烟煮的那个粥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都要走古文系列 待会都要举古文的案例 好 那秋香姐姐另外有一个汤锅 汤锅里头放的是牛奶对上水 那牛奶占了三分之二 那水是三分之一 然后再把这个蒸煮好的原糯米 加上糯小米把它放下来 是 那这个我们就不理它 就是让它慢慢煮 那我们另外那边就可以来做其他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火稍微开大一点 然后让它慢慢煮熟 让它材料融化 融解 那另外一个呢 刚刚这个为什么会那么糯 因为它的小米有分有糯性跟没糯性 那这个是糯小米 那这个就是梗小米 那什么叫梗小米 梗小米就是像我们平常的梗米 中烟里面梗米就是载来壁 载来壁那种 对就是梗米 那我们加了一些藜麦在上面 那这个就是一杯米一杯水 但是你要记得就要先让它稍微泡一下 因为你的梗小米它的壁比较厚 比较厚 它比较厚 梨麦的壁也是比较厚 所以稍微泡一下 泡大概10分钟左右 你再去煮 那我大概就是煮个8分钟 然后就把它用这个外锅把它 把它保温 是 保温就好 那我们要准备做的是小米饭是三蒸海味 所以姐姐今天准备了香菇是三蒸 海味是虾仁 虾仁跟豆腐 就把它拌在一起 因为我到纽西兰也好 或者是到那个美国去也好 他们其实有一些餐厅 他们会把这些东西这样拌一拌 在那个主食器里面 对 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 我怎么会吃这种东西 那你一开始我就觉得说 这是什么东西拿来吃 你觉得蛮好吃的 如果在家里妈妈们 不想炒那么多锅的话 这样其实是蛮好吃的 而且这样营养素会超均衡 是啊 小米刚刚讲有超级的 这一个全食物 全骨类一大堆营养都有 然后今天加上三蒸跟海味 膳食纤维跟蛋白质都补足了 所以这一锅饭如果煮好了 家里头一家老小的营养素健康都顾到了 其实把红梨跟那个梗小米放在一起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搭配 为什么 如果你仔细看梨麦的营养组成 梨麦很妙 它看起来像麦子 其实它完全不是麦 它也不是小米 它其实呢 如果你看它的营养组成 它更接近豆子类的营养组成 所以说它的蛋白质量更多 而且它梨胺酸量不低 所以你把它两个混在一起之后 它可以完全弥补它的梨胺酸的不足 所以红梨现在超红的 对 那红梨又比一般 因为我们知道 是联合国FAL世界粮农组织了 在前年 应该是我要没有记住是前年 它把它定义叫做国际梨麦年 为什么呢 因为梨麦本来是安地斯山脉原住民的一些主食 那当年没有推广之前 就是大家只有当地在吃 后来FAL发现说这很好 因为第一个它是蛋白质很好的来源 第二它又很好种 那也还是有淀粉值 为什么不把它推广呢 所以希望大家能用这个 可是台湾的红梨又比一般的梨麦更好 为什么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了 颜色这么好 对 就是说它除了本来的梨麦好处之外 它还有花青素 这还有花青素 台湾现在已经有种了 红梨是台湾的 台湾很多人在种 不过问一下肖医师 小米真的可以补充大量的能量 对不对 对 小米本身事实上就跟饭 面这些一样 它是补充碳水化合物 但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说 那个颜色非常特别 它就是金黄色的 对 其实因为它里面含有 维他命A β胡萝卜素 其他你小麦跟饭 其实都没有的 所以它会呈现这种颜色 厉害了 对 我们看这边这个表很特别 我们维他命A 只有它有 其他两种米完全离 所以它呈现这种金黄色的 所以这个β胡萝卜素 都呈现出来的颜色 好 秋香姐姐 我们刚刚这一锅 你炒了这个菇 我完全没有放油 就把它干扁 然后扁在这个菇 香气出来的时候 我把海鲜加进来 那我海鲜也没有放油 就直接放盐巴跟胡椒 所以我打个草 这旁边有一点点干烤 那海鲜有略微冒一点点水 是 然后菇也会吸收 旁边海鲜的汤汁 对 所以这个是无油的炒三蒸含味 那待会我们再拌那个橄榄油 这样就会比较 那个风味就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让它熟的时候 时间其实是很快的 那这里面我还加了这个 就是一个山芹菜 因为它里面的叶力素 其实是非常高的 而且维生素A也很多 也很丰富 对 深绿色的蔬菜 好 那我现在就加酒 这是白酒 白酒 白酒加下来 香耶 好香喔 好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 山芹菜 山芹菜下去 这个很快 我现在加进去的时候 我马上就要熄火了 真的喔 对 你的洋葱切丁跟山芹菜 切末 是 加下去就要熄火了 是 我现在已经熄火了 这是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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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切丁的结瓜 结瓜你把它切丁 可是你并没有让它烹调 不需要 你是熄火了 熄火就可加 因为我们这个锅子很烫 利用微微的一个热气就好了 那这样结瓜一定会保留口感 对 它可能表面有加热 有点软化 有点熟成 可是里头是这个水分跟口感很丰厚的 是 好 那我现在我先把这个加进去 这个橄榄油 最后才加橄榄油 橄榄油加进来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胡椒稍微的加多一点 你的三蒸海味饭 等于是先把材料 这个料理好 是 好 那我现在我要把它拌到这里面来 我们再把梨麦跟那个小米加进去 好 好 那我们要起锅 另外再起一个 在旁边就拌一下这样 所以你其实是要拌饭 今天的三蒸海味小米饭 把三蒸海味拌熟了之后 再来拌我们刚刚的梗小米梨麦饭 是 那我在这边现在闻到 都是一个海鲜的一个香气 不得了 澎湃又营养 那这整个全下吗 对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个 这个也是死人笨 都只是死人笨 因为我 我们秋香姐姐出手 没有什么叫两轮软沙拉的香气 孙鹏好好代补了这么多 好 那番茄 这剩下的这些 而且她每次做菜的时候 那个颜色一定要超过五个以上 超漂亮的 好 就这样子 还有生菜 对 还有生菜 所以她其实也类温沙拉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子 梨麦啊 其实也是在那个 他们外国人的料理里面 也常常放在沙拉里面 就是类似这样的 好 那我这边再给她一点点 少许的盐 因为刚刚那边是有一些 放一些盐巴 可是梨麦里面没有 对 好 那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感染有多一点 这边你还可以再加 这可以再搅拌 对 可是如果说我想要把它 当成饭来吃 那油再好的油 毕竟还是油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吃 所以这是很适合 你诊所的病患吃 对 这是适合 肠胃不好的病人来吃这个不错 为什么小米对胃的不好 有帮助是不是 因为小米它纤维比白米饭多 可是又没有像超米那么粗 对 所以对肠胃不好的人 来说的话 事实上还蛮适合的 中医里面还说 它是健补脾胃 通肠立胃 对 通肠立胃 好 那我们接着下来 我把冰糖加进来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主要哥哥 就可以做米布丁了 对啊 我们的冰糖下去了 那冰糖融化了以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鲜奶油加进来 那因为今天我们大家就减肥吧 因为减肥的医师在这边 对 所以我本来很想把它整个倒下去 后来就收一下 对 是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做成米布丁了 对对对 你把它 你在家里有时间 可以再稍微的煮个五分钟 它就会整个 它会更烂 对 因为你这样子就有层次 像我在家里 我有些时候这个地方 就会加一点点巧克力酱 然后来上面再把那个 林冠那边有水果 水果再摆上 这样子 对 好 那我们再摆一点水果 就是米布丁 上面可以搭配一点 那你今天准备的 包含了这个葡萄 包含了火龙果 把它切丁 还有另外这个是橘子吗 橘子 对 是 橘子也把它切丁 是 是 那这个你帮我用一下 好 那我们这样的米布丁 就可以上菜了 是 那你就是可以撒上一些 看你喜欢的什么颜色都可以 好 那姐姐我们就上菜了 哇塞 我们家秋香姐姐做的 山珍海味小米饭 根本就是个温沙拉 对 而且超好吃 好吃到爆 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啊 现在都会追求一些养生的料理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煮它 比如说红梨麦很流行 可是他想回去怎么煮它啊 很怪 所以发现把它做成这种温沙拉 就非常的适合 而且你知道吗 因为现代人通常是因为 吃了太多的精致白米 所以你纤维也不够 然后呢你可能就吃到 比较多的碳水化的物 可是你相信说 那我不要吃白米就好了 其实你只要选这种 比较原始的 纤维多的 没有被太过精致化的 也就是可以了 因为它让你 除了有这个膳食纤维之外 你看里面包括维差米A啊 我刚才讲的这个膳食 还有这个像它 你就搭配这么多蔬菜 让它抗氧化 所以你看 即便你诊所的减肥病人 吃这个都是很刚刚好的啊 对啊 这个全骨类的东西 对体重管理是有帮助的 然后呢 我觉得更要称认的是 我们秋香老师的小米 这个小米布丁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然后搭配水果 我完全理解你 它就会有酸甜层次 因为它的柳层是有点酸 然后果农果是有纤维质 对 没有那么甜 然后这三种水果当中 最甜的是葡萄 对 然后它的酸甜就带出层次了 不然有的时候只吃甜点 真的很腻耶 我觉得这对小朋友来讲 是超营养健康的甜点耶 对 女生也非常的好 因为现在女生呢 她讲说放后 没有来一点点甜点 好像还没有吃完的感觉 可是因为你去吃那种 精致的甜点 蛋糕啊 什么提拉米苏啊 它又真的太多的不好的油 又太多的糖 可是你吃这个 你想看 它其实也是一道很美的甜点 但是第一 因为我们知道小米有很多的什么 维他命E 维他命E是不是抗老最需要的 对 是不是 然后另外它又加上了这么多水果 它连火龙果这些 又有其他抗氧化的成分 所以你吃到的甜点 但是你还是吃到了膳食纤维 又吃到了抗老化的成分 是不是很好 所以有人说 煮那个小米煮酒会上面 浮有一层黄黄的东西 他们有人就把它叫米油 其实里面可能就包括 我们刚才讲的一些 维他命E啊 或者不饱和脂肪 甚至维他命E融在一起的一群里面 所以 与其吃点点来吃这个米布丁 真的 那问一下孝医师 刚刚素卿讲到的维生素E 跟不饱和脂肪酸 它相对的对心血管疾病 或者比方说动脉硬化 它就会有影响跟帮助了嘛 对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它可以降低这个坏的胆固醇 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可以降低 那低密度胆固醇 本来就造成血管硬化 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把它降下来是好事 那维他命A对眼睛很好 难怪原住民也很少近视 是哦 好多数年 然后再来 小米还有一个好处是 它里面没有什么太多过敏源 其实我们台湾三大过敏源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是小麦 小麦 对 第二是鸡蛋 第三是牛奶 那主食里面当然就是小麦 所以你今天假如是用小米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过敏源 好 那所以接着下来 Sakiru要分享给观众朋友 你们部落常吃的 马告赤葱排骨汤 还有这种叫做 Cinavu 对 Cinavu Cinavu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这个小米 就是包在里面 然后外面这一层 我们就要那个甲酸浆 然后正确的方式叫Yaviru 对 然后这是固味的 因为怕你吃太多 这个肠胃不好 对 因为默性有时候 对 然后里面呢 我们比较传统的话 我们会放花生 然后跟就是打到的猎物 就是瘦肉 猪肉这样 就放在里面 然后再给猎人呢 带便当 然后再去盛上 那你今天打到什么 我今天打到的都是五花肉 五花肉加上花生 对 花生而已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包法 也是包成这样的 可是那个我们叫阿贝 然后阿贝的话 就是将小米呢 挪成粉 然后它是粉状的这样 包在里面的 跟墨西哥人的那个玉米 这种很像 就跟那个很像 然后但是猎人的话 他们比较喜欢吃这种 比较有口感的啦 好 那这个我们待会给大家一起试吃 那你还要分享一个 一般人在家里头做的排骨汤 对对对 然后这个呢 来 我们先起一锅 锅子烧热开水 然后我第一次喝到这个马告汤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告 好 来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马告 珊瑚椒 对 珊瑚椒 然后我现在先将生姜放下去 然后我第一次喝到这个汤 我当时有一次就是 就是跟人家打赌说 我一定可以在山上活着 因为我是 不然在山上会死掉吗 没有没有 就是我们就打赌 譬如说这边两个人 这边两个人就打赌说 我们这两个可以活三天 然后但是他们就是打死都不信 你们不可能 但是我们就上去了 OK 可是在上去的同时的 差不多已经攻到我们那个 的列区的时候 我就想要下山了 因为忘记带食物啊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时候就偷收人家的夹子 然后就是有打到动物 然后就是打到一只山猪这样的 我们就取它的热牌 然后可是其他的调味呢 就是这个马告 就拿马告 对对对 我那个朋友他就拿了这个马告 说这是我们最天然的 你现在先不要紧张 这个汤喝完之后呢 你整个就知道 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你取了几颗马告是要打碎它 对对对 很妙 稍微压坡一点 要不然我们待会煮的话 它那个味道不会出来 你把它压碎 萧医师马告是这几年 很夯的香料 对 之前那个中兴大学 王生阳教授做过这个研究 他说这个马告里面 它的精油有几个作用 第二是抗忧郁 抗焦虑 还可以处理失眠 对 这个很特别 还可以止痛 对 那对现代人很棒啊 对 所以有时候他们说 以前那个干嘛 这个也 起胸改吻 对 原住民告诉我 他说这个算是 原住民的威尔冈 对 他们说吃了 其实帮助男生这个 所以萨基努每次来 对 他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他是照三餐吃马到晚 那就是一个 温馨卵味的作用 对对对 温馨 他说这个马告里面 它的精油有几个作用 第二是 抗忧郁 抗焦虑 还可以 处理失眠 对 最后很特别 还可以止痛 对 那对现代人很棒啊 对 要抗忧郁 让你心情好一点 上班族心情不好 吃一下马告 没有错 然后晚上又可以睡好一点 明天精神好一点 是啊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刺葱 看一下 刺葱不是葱 小婷欧被刺到 对对对 这每一个院子后面都有刺 对对对 这是刺 他会刺到你向前葱 叫刺 他们不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葱 他不是葱 他是一个植物 对 他叫石树鱼 石树鱼是什么意思 然后其实他就是 有在中医里面 也会使用到的一种要用植物 那他真的很多刺 所以他有一个别名叫 鸟不踏 为什么 因为叫大家会疼 鸟不能在那边休息 对 适时的会疼 对 那中间有时候他们说 以前这个干嘛 这个起胸改吻 对 然后通常我们在下 就是在取它的时候 我们都是 就是刚发芽 对对对 这个是小的 刚发芽的 这个是老的 那你要煮的时候 要用老的还是嫩的 用嫩的 用嫩的 然后我们煎蛋的话 可能就是会挑 比较年轻人一点 然后再老一点的 我们就不会 不会要了 对对对 那个赤葱的味道 整个冲出来 赤葱是一种野菜香 它也不是葱香 对对对 它也不是葱香 然后这个 因为最后下排骨呢 是因为呢 怕说 因为在上上 在上上的时候 你如果排骨先下的话 肚子饿的人就先拿走 对 那个时候就要大家一起吃 好 这个排骨先汆烫过 对对对 已经汆烫过 然后把它那个 血的那个腥味呢 就先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 这个赤葱也有点像 柠檬叶柠檬草的味道 对 对它有点柠檬味冒出来 那是马告 马告是柠檬的 对 马告是柠檬跟香茅的一个味道 很妙 它没有放柠檬 可是我这里闻到 很像那种煮柠檬叶的柠檬香 所以它很适合拿来煮东南亚料理 对 东南亚的那种柠檬香 就是这样的香 然后呢 海拔很高 可以找到的调味料呢 也不多 也不多 就只能带盐巴了 是 因为有的时候 打到猎物太多的时候 可是我们那时候 可能有很多夹子要收 但是你打到的动物呢 我们要保存 所以我们会先 一定带盐 用盐巴醃起来 先把它醃起来 然后再一併戴下山 酒是一定有带的 是不是 但是今天要用小米酒吗 没有 就用一般的米酒就好了 对 好 而且我完全能够了解 萨基努刚才 为什么说吃了这猪肉之后 就知道怎么做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嘛 刚才那个马告 有没有去焦虑去忧虑 就不担心了嘛 然后又加上刚才的食猪鱼 气胸该无人 然后还去风寒 就是就让人到没关系 突然间就觉得无胃无据 没关系没头 吃也不会怎么样吧 好 他有解读的效果 那这样子就可以上菜了 这样就ok了 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 芹拉夫 芹拉夫 配着马告排骨汤 好 那我们就上菜了 ok 我觉得 萨基努的这个 芹拉夫 感觉是原住民的肉粽 对 而且原来这个莫小米 真的跟台湾人在吃糯米一样 它那个洛西肉粽的 那一个QQ的口感非常非常香 它的口感很像我们南部肉粽 但它更Q 更Q 它的Q感已经到了 客家规长的那种地步了 真的 因为那个洛西米煮久一点 已经接近贵 对 洛西米稍微煮一下 这一个洛西立刻出来 那萨基努的这个排骨汤 也很妙 它那个马告香跟赤葱 是一种非常妙的香料 然后柠檬叶的香也很香 赤葱搅到后来 有一点点类似姜香味 可是也不是姜 可是它前面的搅劲 是叶菜味 这味道好特别喔 好妙喔 因为当年据说 发现这个猪鱼的人 也是因为为了他的 受到他的香气吸引 所以到了树林子里 才采到这个 这个 他们的这个 赤葱 后来才叫做无猪鱼 或食猪鱼 就是因为在 也是受到香气吸引 才栽到的 而且 赤葱只加一点点 就这么香 一点点 而且那个赤葱 当时找到的那个人 一定是下雨天 为什么 因为它下雨天 它淋到雨 才会有味道出来 真的喔 到太阳不会有香味 不会有味道 它淋到雨 这个味道有香 是最好的 它跟我们那个乡村 类似 长得很接近 你要细看才会分得清楚 好 那原住民的 这些料理 不是只有萨吉尼 带来正统风味的原住民餐 OK 你说一般人 比方说小米跟鲦魚 都可以做成非常好吃的健康 好鱼片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今天就利用小米跟刚刚 这种 一起來做成一道料理 那鱼的部分 我们就先简单的用盐巴来调味 而且我们今天准备 一般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 雕魚片 对 没有错 这个很平价 家家户户要吃喔 这个台湾雕是国民健康平价于 好 那稍微撒一点点盐 是 一点点盐巴就可以 然后我们敲一颗鸡蛋 好 而且张秋庸的鱼片很妙 鱼片要裹上鸡蛋 再裹小米 没有错 没有错 今天就让他把它给沾附在上面 对 我想要吃到他 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今天的小米没有煮得很透的话 煎起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一点点脆脆的口感 那我们先把小米 如果拉起来的时候 把它铺在我们的盘子上面 因为等一下沾附的时候 会比较好沾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妙 我听他讲流程啊 我们有一些煎猪排 他可能这个肉片或者鱼排 他可能肉片沾附蛋液 然后秋香姐姐的做法 常常沾面粉 对不对 那你想日本炸猪排 沾的是面包粉 他沾的是小米 对 妙了吧 这超妙的 是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锅子现在加热 我们先加一点点油 加一点点的油 这边要煎这个小米的话 油要稍微有一点点够 就是说不要太少 不要太少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非常容易烧焦 好 然后我们就沾上我们的蛋液 你看喔 它的鱼片要沾蛋液 对 然后它要裹小米 对把它给小米裹在上面 小米 我没看过这种吃法吧 没看过这种吃法 很妙耶 太妙了 太妙了 高世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小米沾附的手法 我来这边真的是让我毛色蹲开 因为小米有那么多的用法 你们家的小米都怎么用 你种那么多小米 你最常吃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部落住最常吃的就是煮小米粥 小米粥 对 小米粥 小米粥一定营养健康好消化 因为它的纖维颗粒又小 然后又煮成粥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在山山在务农 比较方便就是柴野菜 然后中午就煮过这个小米粥 小米稀饭 一锅大家一人发汤匙在里面自己挖 对 大锅饭 大锅饭 这个是代表着一个团圆 团圆 然后一个非常 团结 如果你哪个王来自己个别吃 那就不好吃 不知道 这样你就会变成圈圈外面的人 圈外人 真的 对 我们说原住民排湾族的团结 就在这样的大锅里头 对啊 因为我们一定要一起务农 要不然这么大一块地 我一个人说说不完 张秋勇真的很妙 他的鱼片沾了蛋汁 蛋汁之后 上下两面都让他果腹小米 而且是糯小米 让他糯性比较强的 然后果腹的他就下锅 这个直接来煎他 就让他合在一起 因为其实在当然之前的话 我们在餐厅的话 我们是用到 刚刚说的北非硬麦来做 那今天我就想说 我们的小米 其实口感也是很好 让他沾附在上面 煎的时候他的口感 就变得比较来的脆一点点 对 所以我觉得原住民的朋友 你看他们普遍体力都很好 健康都很好 这个搞不好跟他们的饮食 跟很多习惯有关 对 而且他们吃很多很多的野菜 他们那些野菜 跟我们一般种的野菜 他的营养成分就绝对差很多 不一样 然后秋勇我现在完全理解 你为什么要果腹的小米来煎 他那个小米表面 把它煎焦香跟脆 没有错 其实有一点类锅巴的概念 对对对 这样的感觉 那今天刚好因为又了解到小米 他的营养成分这么的高 我觉得在家里自己这样做 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今天 我们刚刚也提到 你看这面更像锅巴 哇塞 哇塞 又像蛋 他有像蛋片 也像锅巴 没有错 那一定要沾点黏蛋 因为本身小米的黏稠性 在这边的话 刚好没有那么容易 跟这个海鲜的这个水 因为海鲜上面水分 会让它脱落 所以把蛋液沾上去 这个黏稠会增加 所以那个蛋液的目的 是让他们两个素材 黏在一起 靠在一起 那如果说我们平常 一般买的小米 说实在的 今天因为我们高大哥 带来的小米 是很好那种 算是真空包 平常小米 大概要洗四到五次以上 怎么洗 就是一样用清水 可是要边抽水 然后边去轻轻的剥 轻轻的剥 让他的这个 所谓他这个也有这种 算是小米的小米 扛扎子 这样子去散落 那就像我们刚刚 淑琳姐讲的 他上面有很多灰尘 对在外面卖的 对所以你就是边走水 其实手就是这样 而且不要太大力 因为有时候你把它破坏掉的时候 那你煮起来 那个口感会非常的差 而且秋香姐姐 他好像也不能像我们传统 比方说煮糙米 有些人会泡一下 对不对 他是不到能泡 对不对 其实他可以泡 因为他那个 你泡的时间大概十分钟左右 那你煮的时候 就不要说太多的水 因为太多的水的话 他就会整个会炸开 炸开就不是那么的好吃 他的口感就会不OK 那同样的一杯小米跟一杯白米 你如果放到电锅煮 你放的水的比例一样吗 我大概就是 如果我们一半一半 一杯白米一杯小米的话 就是一样放两杯水 可是你单独分开煮的时候 你的小米的水的量 就要稍微多0.2 对稍微多0.2 所以小米的水分略多一点点 对 好继续我们 要煎到九分熟 九分熟 听起来很奇怪 对为什么 因为他有余温 拿起来之后 通常我们在家里面都把余蒸熟 再拿到餐桌上面 一吃的时候 老了 老掉 所以我们要算他余温的问题 所以你煎到九分熟 这样子让余温 再慢慢地回复到中心点 就刚好全熟 所以不能煎到太硬 对 对 十分熟可能就全熟 没有错 没有错 可是等到你入口吃它 它就老了 是是是 好 这时候我们把配菜稍微炒一下 好 我们接下去的是卤笋 卤笋的部分 其实炒大概三十秒就可以了 番茄我们也稍微炒一下 让它的这个颜色 会来得比较香气 而且番茄炒过或者是烤过之后 它的酸度会降低 吃的时候的感觉 而且子溶性的这个茄红素 我基本上需要油脂来增加它的吸收 而且如果说你今天炒过不喜欢吃皮的人 刚好他自己会脱落 对 他会自己跟它脱落起来 所以这个季节开始越来越多小番茄了 你直接下一点小番茄 没有错 那我稍微把它煎过一下 你会发现它变得比较更红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茄红素这个遇到油之后 是 它会稍微释放出去 当然没有那么多 因为它需要热 让它转变它的形态 它的形态会改变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碰到油就会吸收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反过来做 先煎鱼再炒蔬菜 最后做酱汁 好 这样子一只锅子就可以做到底 是 如果你先做酱汁的话 你可能要洗完锅子再来做这边 是 是 是 这样就不要洗锅了 对 我们现在就利用刚刚里面的油 我们放上蒜碎 蒜头我们把它切碎 好 蒜末直接下 对 那记得蒜末下去的时候 温度就不要太高 因为它毕竟是切木 那这时候一样用到我们的马告 马告 马告的部分 其实刚刚都有讲到说我们 说我们要去采这个小米的时候 那个某个地方太短的话 不能去采 其实马告在我们来讲 因为我也在乌来工作过 原住民告诉我 他说这个算是 原住民的威尔岗 对 他们说吃了 其实帮助男生这个 所以萨基努每次来 对 他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他是照三餐吃马告 他吃了非常的多 他就是有一个温胜卵味的助男生 温胜 他对男生真的是蛮好的 因为马告都是 我们的主人朋友都住在山上 那山上的湿气都比较重 所以利用这个马告来去湿 去湿 去湿 然后他让他的筋骨 比较好一点 所以像现在天气凉了 马告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对 好 一樣我们把它给压碎 对 像萨基努一样的方式 我们加进来 我直接下锅炒 对 稍微爆炒一下 其实他的香气 会完全释放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放上这个 无糖的鲜奶油 对 那当然 如果说你在家里面 你可以说用一点点牛奶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说真的 如果你煎的小米 没有在鱼这边煎 可以放在里面 像我们刚刚秋香老师教的方式 让小米放在里面 跟牛奶一起煮 它会变稠 对不对 就变成像酱汁一样 对 这样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 不错的方式 好香喔 整个香气 我觉得它现在的奶白酱跟香料 立刻冒出来的香味 是 那一滚 其实就差不多了 因为它的这个热度是 这个锅子剧肉效果蛮好 我们再加一点点味道 对不起 就一点点盐巴下去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边 好 那这一个寿司就好了 对不对 对 这样子就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摆盘 没有错 好 那我们就摆盘上菜了 哇 我觉得我们邱永的小米煎鱼片 真的很厉害 而且这个寿司好好吃 难怪你们以前餐厅里头这样做 那小朋友一定喜欢的 那问一下萧医师 小米真的是骨物的粮食之王 对不对 对 它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 脂肪蛋白质都够 特别是它维他命A 特别在强调 其他的骨类是真的没有的 所以现在3C组 电视看太多 3C产品用太多 真的这个多吃一下是好事 对眼睛非常的好 而且它还有钙铁磷 对不对 对 它钙铁磷都不少 但是也要注意这个磷 磷太高 有一种人觉得不能吃 肾脏不好的观众朋友 真的要注意一下 还是吃白米饭比较好 否则这磷太高 对肾是不好的 但我觉得它比较值得 撑到的地方 应该是铁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铁比一般金白米 高很多之后 它也比草米还高 那所以他们在北方的妇女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以前是北方的东西 所以北方的妇女 他们我们坐月子 是吃什么麻油什么 他们有时候 就用小米加红糖来坐月子 对 有道理 因为它红糖跟小米都不甜 对 所以他们等于说 你如果是经济没有那么好的 其实用这样子聊生于你 对 但是它比不上 动物那么多铁 但是跟其他的伐粮类 来比它算高 好 谢谢肃清跟肖息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原住民的好朋友 带来我们的原住民健康的 好小米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 下次同一时间准席再见 拜拜 谢谢